前小豪这日亮相 梁芷熙主持的香港开电视节目 《是感的》 唱谈自己入行以来 应对疫情的经历 小豪他14岁入行 中环影坛至今40多年 由演员到动作指导 由电影到电视 由香港到台湾再到内地 阅历甚深 有很多值得后辈学习之处 我们80年代是 香港动作片全盛时期 很多时我们天天去片厂拍戏 有很多突技、动作、爆破 三楼跳下来 就是那些 都经常做那些 可能已经习惯了面对危险 有时都觉得有点麻木 所以有很多东西都不是很害怕 都有的 很多东西我都挑战自己 除了拍戏 以前打来打去 跳来跳去 爆破 受了伤又继续去拍戏 第二天 近年香港影坛市道低迷 经历过旧时风光岁月的小豪 最近亦身体力行 参与年轻电影人制作 今年首部港产片相当有心 前天去做营 又见到一班 全部都是香港年轻电影工作者 每个都二十多岁 三十岁不超过 我觉得是应该要帮他们的 因为我们都是新人经历过 出身 是很辛苦的 尤其现在我们在这个年代 香港开一部电影 都很困难 很困难 现在他们可以开到 他们的题材想拍的电影 我们一定要帮他们的 除了我之外 还有嘉栋、泰宝哥哥 孕夫 大家都很有心 大家都很有心 我相信大家都是收居马费 甚至是意见 去帮一班年轻人成长 他的两个儿子 大儿旁景峰 和父亲一样 晋身演艺圈 自于小儿子 钱泳德今年十八岁 去年只去了英国留学 当地最新新冠肺炎疫情严峻 令做爸爸的心急愚焚 急召儿子返港 一个星期前我就很紧张 就是知道英国爆发 就是英国和意大利 发觉西班牙很近 我觉得他们应该都会停学的 既然是这样 我就在上个星期 就立刻和他们订了机票 前天儿子就回来了 回来就是刚刚要 一回来要戴手带的那个时间了 都害怕的 因为好在回来早 机票没那么贵 没卖得那么贵 因为他回来两天 我都没见过儿子 他要在另一个地方 不是外面的隔离营 我有另一个地方 安住了他自己在隔离十四天 小豪这天又透露 除了功夫之外 自己也都热爱赛车以及单车 尝过去台湾环岛以及尼泊尔高山 踩单车相当热血 我们一起去台湾环岛 那就是这样